186. 信報財經新聞 沙沙以設保稅倉減押貨風險 2015年7月27日要問A01未有買家先要入貨 令押貨成為跨境電子商務一大難題 有業界人士認為 在內地設立保稅倉是港企唯一生存之道 沙沙00178抑止香港貨倉成本較高 有業在內地保稅區設倉庫 出售前無需交稅如果沒有保稅倉 中港跨境電商是無得做的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協會會長劉小華指出 在前海設保稅倉 租金和人工成本指示香港三分之一 該協會於短短七個月間 已給納於四百多個本地會員到各個保稅區考察 胡同中港新政策消息 所謂保稅倉 市內地前海 南沙等保稅區中獲海關批准存放保稅貨品的倉庫 貨品在此類倉庫中無需繳稅 直至貨物售出財要納稅 降低押貨的成本風險 洪維民 大勢所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維民 亦指出 近月有數間香港零售商和深圳海關合商開設保稅倉 相信北上設倉是大勢所趨 華創0029億旗下華潤萬家市其中一員 深圳寶宏電子商務綜合服務公司總經理吳東索表示 公司正協助華潤萬家在前海提供保稅倉服務 一站式解決貨物由香港運回內地買家手中的整個物流和通關手續 此外 莎莎發言人昨天亦直應有意在保稅區設貨倉 正研究細節 希望盡快落實 該集團首席財務總監陸解早前在記者會上表示 香港的貨倉太小 而且選擇不多 成本又較高 不排除日後在內地設化妝品貨倉 要問莎莎以設保稅倉減壓貨風險